外务府打开三双 从大人关教进过 先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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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务府同管德大人关教 刑警此地 先大人两个让开 走 让开 前面两个让开 让开 让开 从大人打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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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慢下来了 回大人的话 前头有另一辆关教挡着 快不了啊 是谁的轿子 是外务府租办 佟大人的关教 好 原来是他呀 那就不必客气了 抄过去啊 有赏 咋 让开 让开 德大人说 他们前有赏了 快点 让开 让开 前面的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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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为什么赶得这么急 回大人的话 是内务府德大人的轿子 在吹着呢 告诉教父 把脚蹭放慢 让德大人的轿子先行 可是大人 照我的话做 咋 又看我会叫 又看我会叫 让开 内务府所管德大人关教 行李此地 谁在这地方让开 走 爹 是我 有话进来说 爹 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嗯 有什么事 没事 不 有点事 想问爹 说吧 你 那天 年人到咱们家来 柳师傅 爹好像很早情 又认识他了 嗯 他跟爹 呃 他跟咱们家 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 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只是好奇 那天他口口聲聲說 要請爹原諒他 不知道他什麼事情得罪爹了 柳師傅 他沒有什麼事情對不起咱們 只不過在二十年前 咱們家裡發生的那一種不幸的事情 他當時也在場 他跟娘和哥哥那麼遭去不幸的事情 有關啊 當時由蘭州返家的這一城 是由他負責領路的 因為他對河西一帶的地理相當熟悉 可是沒人想到 就在這一城出了差錯 柳師傅他因為自責 所以一直要我原諒他 可是我並沒有怪他 盜匪出沒一向都是無常的 誰也料想不到 究竟在什麼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麼說來 柳師傅並不是咱們家的仇人咯 當然不是 你怎麼會突然問起這件事呢 有些事情 可吧 你還是要不要 你讓她不可 為什麼 如果這就是 如果我猜得不错 那个小混混叫 叫什么蛋呢 铁蛋 八成他就是其中之一吧 其实他并不坏 他 我不管他是好是坏 那与我无关 我只要告诉你 从今以后 你少跟他在一块儿混 他依附天生 那个不正调的样子 既没气质 又没教养 跟这种朋友在一块儿 除了吃喝玩乐 还有什么好处 你要是再不疏远 迟早会跟着学坏 可是 他 我说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就别让我再看到 你们在一块儿 知道吗 知道了 没事去睡吧 不是 那爹 您早点休息 嗯 夜深了 小心火烛 夜深了 小心火烛 少爷 你没事吧 少爷 你没事吧 什么事 随上人 随上人 你又吃开 你要吃开 要吃开 你干的狗坏在哪里 给我带他出来 把我 杀死 哎 哎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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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娘 别过来 你都还出来了 我一直都在 我也一直都在等你来 我想好好跟你谈谈 不要谈 杀人长命 没什么好谈的 你到底想得怎么样了 老爷上次已经放过你一回了 但那还不够吗 我是疫情故纵罢了 我求求你不要伤了滚门 不管你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那狗官的命 那你就将他放了 过来取我的命吧 再不我会相信你 那要我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你 让他们出去 你愿意留在这 姐 你不能听他的 他走 他的道具又再有剧毒 这是也一定一样的 你不能听他 干净一点 我让你一起跟他跑 谁 老爷 我自信我这一生 仰不亏于天 否不作于人 就算任何时候要死 都可以死得心安理八 不必在你死前說些安慰自己的話 才殺忠良 草菅人命 這些罪罪終於把你打入地牢 我並沒有殘害忠良 草菅人命 當年霍家的三代九名 是死在霍將軍通返謀反的罪名上 不是死在我手上 人家之罪 不悔無死 你把我開槍 誰叫你們開槍的 屬下是死老爺不能受罪了 爹 這個刺客兩次要刺殺你 他死有遺孤啊 你懂什麼 他是回不禍大將軍 在朝家浩劫裡面留下來的唯一骨肉 他可以恨我 我卻不能再殺他 怎麼會是個泥 丁總理 炸 你今兒派出兩小隊的人 到京城附近的寺廟法庭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一座泥骨竿走失了泥骨 打聽到任何消息 不許聲張立刻向我回報 炸 老爺 叫備好了 跟二夫人說一下 我到行部去走一趟 是 一套用武 武漢戴戰女打扮 似天賢 怪不得兒父他 不悔尊就被他掺吃 要一十八年 包穿多時 大兒伴我也都看不 知己一年我們在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是今天賞我的事情 我知道 還有什麼事嗎 屬下知道我就這麼多 你回個吧 咋 別看了 這老小子 這是哪根筋不對 怎麼突然之間 會回到刑部 去調霍鋼 那檔事兒的卷子 嗯 這件事兒不太對勁兒喔 我得趕緊去看看 他到底是葫蘆裡頭賣的什麼藥再說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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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包滿 我還在上次左右的地方等你 我東西要還給你 你一定要來啊 如果你不來 我每天都會去那個地方等你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蔡姑娘 真不好意思 让您这么费心 准备这么一桌韭菜 哪里 哪里 又不是替您准备 请坐 请坐 四少爷这么久没来 倒是让人心里挺挂忌的 所以我才要铁蛋 下午约您过来一块 喝酒赏菊呢 最近家里连番出事 弄得人心烦躁 哪里心得出来玩 出事儿 家里出什么事儿 凡心的事不要再提了 以免扫大家的酒信 四少爷 您别这么说 酒当然还是要喝 凡心的事还是要说出来 才能消愁解闷 来 我敬你 小蔡说得对啊 朋友不光是同甘 还要共苦啊 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 我呀 好好 您前夜我们府里又闯进了刺客 什么啊 刺客又来了 那你爹有没有怎么样 对啊 对啊 我爹倒还好 倒是我当时被刺客侠使 差点送了命 幸好当时官兵及时赶到 把刺客解决了 好啊 好啊 这家从事儿除了幸福大战 太人心了 来 停这点 咱们快点 干一杯 来 干一干 刺客死了 是啊 当时就被官兵开枪打死 尸首还停在府衙的行事间里头 好了好了 不要讲这个故事了 你们看小蔡脸都下白了 那 那个刺客是什么人啊 他为什么要行刺童大人 说到这里才叫人纳闷呢 我敢打底 连猜都猜不到 那个刺客 他竟然是个老尼姑 老尼姑 小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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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叫你不要讲那么可怕 你不要讲 结果把小蔡给吓晕了 他才还好 我怎么知道啊 还说呢 赶快扶他进去 小蔡 怎么说晕就晕了 你这 哎 既然你们没有离住失踪 那就没事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 要立刻报告 师祖 一定一定 主持 主持 我好了不好了 我刚刚上水给容苗发誓时 发现他人不见了 主持 居得很难 要好好给他补一补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该吃的说不吃 该睡的说不睡 每天捧个心 走个没跟比锡师似的 小蔡啊 姨娘来看你喽 给你做了好多好吃 小蔡人呢 哎呀 这怪了 病病歪歪的跑哪去了 類似你喽 吃家 氏 至于我 她的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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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刚刚还在这里的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干台跟现在?尸体 尸体到底在哪里? 我知道,那一定是活跳尸 我的哪有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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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女尼姑失蹤了 所以屬下才帶著老師太前去認屍 結果沒掉到 那老師太現在人在何處 屬下讓他先回聖魚市去了 明日一早你叫他即刻來見我 是,大人 你先退下 是 老爺 你都聽到了 如果那個女尼真的是跟霍家的遺孤有關 那咱們這個仇不就是越節越深了嗎 老爺,你可得小心提放點 我不會坐著等他來 我要去找他 不是,我是天心 我不會坐下 你們有寒相 你不可能 他們在這兒 來吧 有個與我 記者 我 他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雪 我就知道一定会来的 你怎么这么晚呢 小雪 你出什么事了 小雪 你怎么了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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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雪 小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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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没有找找小雪姑娘 没有啊 没看到啊 那去 哎 鞋天刚来了 鞋天刚来了 鞋天 找到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都没有了 没有啊 都没有了 奇怪了 会跑哪儿去啊 这么晚呢 就算出去也应该回来了 哎 你们俩再给我四处好好瞧瞧 什么茅房啊 找房 彻底检查一遍 好 去去去去 快点 这个小菜 小菜 你得好好想一想 小菜到哪儿去了 你是小菜身边的人啊 他到哪儿去你会不知道 你是怎么伺候人的 伺候个人把人给伺候丢了 我花钱买你来干什么 我买了里来我供你吃供你穿 我也没让你到前厅去接客人 现在好 你怎么回报我啊 你发生了问题 一问你 一问三不知啊 娘 娘 小菜找到没有 找到了我还不让让吗 你该不急死人吗 他们黑了个天到哪儿去了真是 哎 你不会说话 你哪能放个屁啊你啊 我告诉你啊 小菜今天回来也就算了 他要是没回来的话 你 你 哎呦 娘 你拿彩儿出去有什么用啊 小菜又不是他把他给藏起来的 嘿 嘿 再说 就算彩儿吃后小菜好了 那小菜他真有什么事情啊 要出去的话不让他跟着 那他也拿他没辙啊 小菜有什么事要一个人出去啊 听你这说话的口气 你知道他在哪儿是不是啊 天呐 我 我 哎呀 我这只是猜想 比方随便说说嘛 我要是真知道他在哪里 我还像疯狗一样的到处乱散找他 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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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前天有客人要先桌子啊 他要先桌子 我还要先房子呢 我招谁惹谁的 我是一天到晚 这是抽烟要招我奶奶的 好了吧 起来吧 我娘已经走了 起来呀 我娘的脾气 你又不知道 过来就算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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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先回房西发里 然后就待在小插房里 如果她回来的话 你马上过来告诉我 去去去去 她说去吧 哎 干什么 还要我帮你洗脸 哭啊 别哭了 小菜哭了 你好心 她有心 你 你说她有心思 好了 她就算她有心思 她在桌上哪儿去啊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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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到 到哪里去拜拜 到庙里去拜拜 奇怪 小菜就算有天大的事情 她也应该先跟我商量干嘛 跑到庙里去拜拜 这庙里都是泥骨 哎呦 小菜该不会一直想不开 出家当泥骨了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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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害怕 这也是西家小教堂叶牧师的家 我是牧师的女儿 我叫叶宇童 你在这里很安全 我怎么会下这儿呢 你先躺着 我去叫丽涵来啊 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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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吧 觉得好一点没有 是你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当时你昏倒了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安置你 唯一想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教堂 牧师他懂得西医 他刚才来看过你 说你没什么大碍 我才放心 谢谢你啊 我怎么会遇见你呢 我怎么会遇见你呢 这句话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开始问自己 怎么办 我在市里听你 等了你两天 你都没来 我本来以为 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 在我回家的路上 你却迎面走来 当时你一身尘土 精神恍惚 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 你知道我叫你的名字 你才停下 可是当我走到你身边 你却突然间挡下去了 小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要叫我小雪 我不是小雪 你不要叫我这个名字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手上是绣着小差这两个字 到底 哪个才是你的名字啊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家 天天 我知道 你怕家里人担心 可是现在已经这么晚 小教堂又靠山边 小雪 小雪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这么固执嘛 小雪 你听我说 你不要管我 小雪 小雪 你凭什么来 小雪 你听我说嘛 小雪 你看着我 你要相信我 你知道 我真心地关心你 你现在听我说 我知道家里人在等你 你怕他们担心 可是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这里又没有人离车来往 再加上你身体又这么弱 你怎么能走呢 你该听我的话 好好在这里休息一个晚上 再会儿我摸黑去你家 替你奶娘捎个信 让她放心 这样你就安心了吧 我没有家 我根本没有亲人了 奶娘死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小雪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没什么 在想点事情 小雪她还好吧 她睡了 那就好 我看得出来 她受了很大的刺激 整个人就在崩溃的边缘 如果她能够睡一下的话 明天醒来也许会好一点 我只是 又害得你今天晚上 无处其身了 我只是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她睡了 那就好 跟小雪的遭遇比起来 我一个晚上无出其身 又算得了什么呢 真没想到 前后不过两天的日子 她家里就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故 今天 她才亲手葬了她的奶娘 这么说 她家里没有其他的亲人了 没有 她说 她从小就是跟奶娘长大 一直是两个人 相依为命过日子 现在 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鱼琅 扫鱼 我一定要帮她 我也愿意帮她 就是不知道她接不接受 她当然会接受 她现在无依无靠 最需要就是 朋友的帮助 我明白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想 如果把她留在教堂里帮忙 不小心她愿不愿意 我跟我爹的力量虽然不大 可是总不至于差他三餐饭吧 女童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这些都是我能做到的 再说他毕竟是女孩子 我帮助他总比你使得上力吧 我承认 我喜欢他 别对我招啊 我可没问你 可是只跟我想帮助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帮助和喜欢是两回事 怎么 你也这么说 你说什么 真的是两回事 我的意思是帮助跟喜欢 当然是两回事了 帮助嘛 是去做一件你认为对的事 而喜欢是没有对错的 是有没有对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日夜里你们得多留点神 废点心的 知道吗 是 夫人 老爷 老爷 我娘 是你啊 您累了吧 我让喜鹅蹲了碗参汤 您趁热喝了吧 哥在那儿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我实在睡不着 好 索性过来陪陪老爷 就是怕打扰您处理公务了 我正在翻阅一卷 从刑部借调出来的旧案 什么旧案呢 行 没你的事了 下去休息吧 是 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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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多少 霍将军 我对霍将军的印象不太多了 不过我对霍府 华丽的印象 倒是记得不少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当年我跟夫人去过好几次 将军府的气派 我多少都还记得一些 还有 霍将军府办喜事的那回 我也有去 霍将军娶的是 为回部的郡主 在当时 可以算得上是件大事 我还记得 那将军夫人的容貌 他长得真是美极了 他叫英达兰 是扎哥达郡王的独生女 当年霍刚 在回江很受到回部的敬重 所以郡王才把他自个儿的独生女 取配给他 这件婚事 还是由我主持的 那老爷当年跟霍刚的交情 应该很深啊 我跟霍刚 对于处理编误的事 向来是意见不合 不过他遵我是 朝廷派驻的参赞大臣 所以坚持要我出面主婚 谁也没料到 一桩何凡的喜事 一年之后 却成了通凡的罪证 原来霍将军 面门抄家的事情 是因为他娶了回部的郡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了老爷的话 就这么顺口接了 不 你说的这句话 正好是我今儿晚上 程月二十年前的旧案 赫然发现的疑点 嗯 当年我办霍刚这件案子 刑部的案子里边 所指成霍刚啊 他种种的罪证 都是说他仗着回部的势力 打压汉人的种种情境 他娶了回部的郡主 这自然又成了他亲回远案的证据 可是在刑部的底案里面 我到今天晚上才知道 还另外有一条别的罪名 什么罪名 强占黄恩选召入宫的秀女为妻 依照大清的律令 光是这条罪名 就足以置他个 抄家灭族的重心 没有想到 江青夫人竟然会不会是 选入宫的秀女 你错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 当年全选入宫的秀女名册里边 并没有她 这个事我比谁都清楚 是因为我跟扎克达郡王讲好的条件 我为了安抚他才这样做 所以我才会主持这桩婚许 但这条罪名又出何了 这就是我百思不解的地方 小雪你醒了吗 我煮了碗粥给你吃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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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梁 梁 小柴找到了 小柴找到了 找到了 我刚刚经过回廊的时候 碰到钱 钱要告诉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告诉你 他人呢 人 他刚刚在那房子里呀 回来了 要卜洞华 我是菩薩的立的 我菩薩基 我共有菩薩的婆婆 我再也会赶你们 这个小柴的名字去添银子 阿波 我扶呀回来了 阿什么门呢 那是跟羊菩萨打交道的话 学过来 你用多一个菩萨可以搬 你搬搬搬 我去看小柴了 我这点还没看到人 等于没拿到宝丹呢 铁 铁袋 这小子探探老娘一包 来 来 来 小菜最够 让姨娘担心了 别这样 起来起来 你都回来呀 我就安心了 以后出门哪 把彩儿带着 这两个人在外边吧 好歹有了个照应 你要知道 这外边那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啊 以后呢 要是出了事情在楼子里 有姨娘替你挡着 这要在外边大街上出了事 姨娘想护你也护不上啊 我明白姨娘的意思 下次我不会这么大意了 好 小菜 其实你叫彩儿在你身边 那还不是叫我在你身边 有我在你身边 就好像贴上护身符一样 外头那些牛鬼车身 绝对不敢靠近你半步 你还这么管用啊 那你这张护身符 在我身边二十多年了 怎么我就没有一天平安过呀 这 你叫 你现在可会笑 昨晚在我娘房里 一把眼睛一把鼻涕 谁救了你啊 去 小差啊 她忘了问你了 昨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啊 昨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啊 在盛云寺啊 呃 这是当时天雨露滑的 所以主持就留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 还好只住了一个晚上 我还以为你什么事理想不开 想出家当你姑子里面住一辈子 哎呦哇娘 小差啊 你别理他 他这张狗嘴啊 贴上狗皮膏药都没救啊 我 哦 姨娘 您放心 这些年来 多亏您对我的养育之恩 就算是我想不开 也不会做出让您伤心的事 更何况 您放心 这些年来 我还有一生的红尘熟诗为了 就是想进佛门眼来的 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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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你给我送过来那五百万两即时雨啊 小事一桩啊 你何必放在心上呢 你小事一桩 那我不放在心上 那就记在账上吧 好好好 咱们今儿个不谈生意 咱们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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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改口咱们男家巴不得啊 可是德工可就吃亏了哦 你这个涮盘珠子还真会打呀 一个涮盘珠子拨两头 这儿进退都有了 好好好 那我就让我这个未来东床快序 小罚三杯 德士博要 德士博要罚我酒 德士博要罚我酒 那我就敬德士博三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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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魄 这样的东床快序 有十个我也不嫌多呀 你不要再躲我 你这儿怎么躲也躲不掉了 你今天已经传你许妹给我了 再过不到一个月 你就是我妻子了 大小姐 你难道真的对我一眼也不好奇 真的不想知道 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 你连正眼看我一眼的有趣都没有 看清楚我 来 看清楚我 不是吧 请你放手 请你放手 你难道就真的这么放心大胆的 把你自己交给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万一我根本是个玩世不空的公子哥呢 或许我根本是个坏人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请你逼我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 看清楚我 我要把她的变成 我去变成